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宗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引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再去关注的一些议题 让我们不是只会看热闹 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也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也当然也非常期待 欢迎大家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有充足的这个经费 能够持续往前走 做更好的报道 做更深度的访谈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要来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呢 其实是在谈台湾最近这几年的一个抗争 这抗争的位置是位于高雄旗山的码头山 那因为要盖这个垃圾也埋场了 其实就 当地的居民就跟这个开发单位有了一些冲突 当然这也不只是开发单位 还包括在跟地方政府之间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他们经历了非常长期的抗争 透过自立救济的方式 也同时面临到黑道的威胁 他们怎么去度过这样一个过程 他们又怎么样透过乡民的力量来去回应 这些开发单位提出来的种种的说辞 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了导演黄淑梅 淑梅是我们长期的好朋友 也非常长期的关心台湾的环境议题 家乡守护的议题 他要来跟我们谈谈这部新的纪录片 码头山之战 淑梅你好 大家好 淑翔好 淑梅其实虽然现在在录影 在录这个节目 其实在录影的前几天 他还到了昆宇 那也许有机会我们再来跟大家分析 讨论有关于昆宇的一些状况 那我想这部是淑梅的新的作品 码头山之战 是不是请淑梅先来跟我们简单的讲一下 这部片子的大致的内容 以及为什么你会开始去记录 码头山这样的一个事件呢 码头山这个拍摄 这个记录片拍摄起源就是 我在2016年完成的 我们家那边东山岭南村 抗争失业废弃也埋藏 10年成功的一部纪录片 叫做加强保卫战 那当时加强保卫战放映的时候 其实我就希望他是可以 就是回到一些正在 正有正在跟环境议题 抗争的一个社区去做放映 所以那时候我选择的码头山大灵湖 就是这些他们一直都在长期在 应该不是他们就在就正在为自己的家乡的一些污染 然后在抗争的一些社区 那我记得我那时候拿加强保卫战去 码头山放的时候就来了一两百个乡亲 因为他们那时候正在还评 然后正在抗争 那其实就应该是说 其实我完成纪录片 像加强保卫战这样的片子 我就很希望是可以进行这样子的放映 而不是只是在都会去 然后让很多观众来看 那我是希望可以 他的例子可以去补物一些 正在为他们自己家乡奋战的一些人们 对所以那时候拿到码头山之后 放映之后其实码头山的乡亲他们 其实说真的就是有鼓舞到他们 因为毕竟东山林南村是10年 撑了10年才成功 然后码头山才刚进行2年 所以而且他们那时候正在苦战 对那我去放完之后 然后也就回来了 然后当然他们那天看的时候 就是反应非常的热烈 然后包括他们现在的会长 黄慧 他自己看的就一直很激动 那我记得好像是过了几个月 然后有一天黄慧明就打电话给我 他就说苏美导演 我们这个码头山这个案子 现在过几天要在高雄 广告局进行完评 你要不要来看看 那其实我那时候心里就觉得说 我已经派了一个 有三年男生 然后又是抗争事业 事业废弃物也埋藏的片子 然后这也是一个 抗争事业废弃物也埋藏的片子 那我心里就想说 那我难道还要再拍第二部吗 那可是我就 其实我有看了一些他们的资料 因为他们找我之后 我记得我看到他们之前抗争的一些过程 那我就想说那不然我去看看好了 那当然那天我就抓了摄影机过去 那我去的时候其实有吓得跳 因为他们那天的环品会实在是 十几台游览车 然后乡亲 老老小小全部都去了 然后然后就是你就觉得哇 这群人真的 他比我们东山还 我就我心里就想到他比我们东山还强 你知道就是终身带出来的很齐 那当然那次去拍我也没有承诺说我可以拍 我只是有只是有见识到说 哇他们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一群相亲 而且他们真的就是很团结 然后后来其实 就后来又一直就第二次又第二次又有一些事情 好像是黄慧敏又打电话来 然后我就想说 如果放不下然后想拍 那我就得去想办法找到经费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剪回家 正在回家正在 就我前一部片子回家 这部纪录片正在收尾 就是我要交捡 我要交给国医会 但是我同时就又把马脱山的片子的这个计划 我写了然后又送国医会 那结果后来通过了 那通过之后其实就变成说我接续的就 记录马脱山这一群人他们在抗争 那也就是从大概2017年左右 2017年初2016年为2017年初 然后一直记录到 差不多去年 去年才完成 就是将近5年多 接近3年的时间 对那这部片子就 我本来想说 原来是同样都是拍实验会 75也白场 然后我也很怕重复 结果其实你真正拍下去的时候 其实是 如果大家或者说 周翔应该有看过东山 三岭人村的片子 加强保卫战 然后又看了马脱山之战 我想你会发现 他们是两部不太一样的片子 对那 我觉得就是也是因为这样 有时候就觉得就说 因缘吧 缘分吧 然后我又在南部 然后又这么的近 那我想说如果 如果我这么近 然后我又可以找到资源 我可以拍 那我觉得就 就做啊 这没有这没有什么 所以不要做 在台湾很多地方都有抗争 特别是在一些 比较非都会去的抗争 其实也不少 但是因为 相对之下 比较少有媒体的关注 或者少有这种 相关团体的这个资源 这些抗争可能常常一下子 他就会消失 所以马脱山 当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 那当然有淑美导演 在里头的这个记录 有时候我都觉得在旁边记录 在旁边报导 对于他们这些抗争者 其实其实我们没有说任何话 都会是一种 所谓的 对他们也都会这种鼓励支持的力量 就好像 工库常在做一些报导的时候 有时候他就变成是一个独家 然后他们就会说 这些抗争者都会说 还好工库有来 所以我们有力量再继续走下去了 这是很有趣的 这是一个纪录片 很有趣 但是有很重要的一个陪伴的力量 苏美也常常扮演这一周 无形中 那是扮演这样一周角色吗 是啊 因为其实当你去拍的时候 比如说 比如说公共电视导演会去拍 然后我们会在现场碰到 可是其实如果说 我们把记录的时程放大两年 那他不可能两年的时间 然后频繁的来 对 那可是比如说像 大家会在影片里面看到的 就是村民他们要去把 那个就是可林卫的那个地下水管 拉出来的时候 那一场那一场现场就只有我 已经好像旗山有一个 有一个第四台 那就是但他们一直来了一天 就是现场整个把管了两天多 两天多至三天的时间 就只有我们这台生机 但是那个事情又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那个事情是马头山在 在环平的过程里面 就是由劣势转为优势的一个 一个关键事件 对 那他其实是需要很长的等待 就是说那个把管的过程里面 我们其实是从早上就开始在那边 然后一直到整个录业了 都还在那里做工 这个过程 而且在山区里面 其实这种这么长的等待 如果说你不是那么 靠近的地方的这种 媒体或者是 或者是纪录片影像工作者 其实 那个 那样子的过程 那样子的画面 还有那样子的场景 其实很可能就没有人拍到 刚刚讲的 淑梅这一段其实在里面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描述 特别是提到了他们在把管 这个把管不是生病 然后把管 而是开发单位把水管埋在土里面 然后要去说到底有没有地下水等等 结果他们去揭露了 这个开发单位一个说谎 这其实我们待会再继续谈 这个非常精彩的一段 我想可能会回到一个 现在更根本的一个地方 就是 请苏美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码头山的位置 以及 为什么会开始这个抗争 他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当地的生活 对环境 甚至某种的信仰传说的关联性 又是什么呢 马头山其实他就是位在高雄 他在高雄骑山区 他是在内门田辽跟骑山的交界点 那如果你往骑山的方向走 你从田辽下交流到往骑山的方向走 那你就会在左手过了越世界 你会在左手边看到一个 就是很矗立 就在平地中矗立起来的一个高山 然后他当然他的海拔不高 可是他是在一片稍微小秋的地方 他竟然有一个蛮高的一座山 然后他的形状就是他的样子 他的样子有一点点像马头 所以他叫他马头山 那其实这古就是说 这个马头山其实是当地的人的一个信仰 那信仰中心 应该说说他们对那个 但座山其实他有他自己的传说 在很早的 在从他们黄慧明他爸爸 以及他儿子那一代 就有这座山的传说 那传说大概就是说 很多人都看到一只 在经常看到就是一只白马 然后他会跑到美农 或者当地的一些人的田里面去吃稻子 但是都在晚上 然后白天之后就没有发现 而且稻子也没有减少 然后他们那个地方就是也有一个信奉 有个信奉的以前就是拜一颗大石头 叫在马头山那个区块 有拜一颗非常大的石头 他们就叫他石头宫 那这石头宫 就是其实台湾人有很多的信仰 都是拜自然的 自然拜神拜树或者是石头 那他们那边是拜一颗非常大的石头 那那个石头宫其实以前 如果我们有多小孩子 如果说小时候不好养啊 然后生病啊 然后很多各地的人 听说他非常的灵敬 各地的人都会带着小孩子去那 祈求他们脚才比较更多 就是那种铜板 是铜板然后踹起来 然后挂在脖子上的 然后就是祈求石头宫保佑他 保佑孩子平安长大 健康长大 结果发现小孩子有一些病痛的 去那边回来就是 慢慢就好痒 那所以大家就是石头宫的这个 就是他的灵验就不尽而走 就很多人都会过去 各地的人 那靠就是后来在做路的时候 工程把那个石头推掉 然后推掉他们想要在那边 就是铺路嘛 结果你这一步 今天铺明天就又崩掉 今天铺明又崩掉 怎么样都铺不起来 对然后后来就大家就就那个工程大会就拜拜啊 就就是在把那个就就跟他说拜托 然后结果就反正成心的道歉拜拜 那结果就后来终于就盖起来 可是就是石头宫就整个大石头就崩掉了嘛 那黄慧明的爸爸他就他他其实对石头宫 他们他们那个早期那些老人 其实那个地方是他们的信仰 所以他就我已经就梦见就说 然后某我的神明叫他去找石头 那结果后来他他下去找到一块就是 石头宫被崩掉被推下去崩裂开的一块石头 上面有许多的花纹 然后后来他们就找回来 然后就是就祈求就说 那不然就是以这个再作为石头宫的分身 然后他们就大家就 村民大家就讨论 然后就就拜拜 就总之就是就祈求吧 然后确定就是跟神很好 有点他们就跟神拔杯嘛 然后后来就盖了现在的马云宫 就是他们大家在拜的马云宫 就是他们称之为马神 那他们对于石头宫的 跟马神是其实是化很好的 也就是其实那块地的守护神 对 那所以如果今天进入到马云宫 他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庙 然后他拜的是一块石头 不是神明的肖像 对当地来讲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不只是一个文化 而且是一个信仰 甚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寄托 那当然他们也就会 也去尽全力担心 这样的一个文化信仰居住环境 烧到这样的这个破坏 但是其实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富有 生态意义跟价值的地方 因为其实如果你去过那个地方 刚刚谈到 从在内门在祈山这一带 事实上它其实是在南部 然后在一个比较中间的小的山脉 那里面的其实开发的状况 跟祈山或者是跟其他平地地区 是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在影片里面也看到很多的 比较有趣的生态 例如说可能穿山甲 或者是后里哲泄啊 可以介绍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些生态 的重要性跟它的价值在哪里 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属于 就是沙岩跟泥岩的混合体 然后是沙岩居多 那它那边就是 大家如果有去过越世界的话 它那边的土大概都是那样子 它那边的土质大概都是那样子的一个 基本上你就是看到非常干 然后就是会崩 然后大部分都是赤竹岭 就是那种赤竹或者是藤蔓 那些藤蔓其实都长了很多的赤 那为什么就说那块 马头山在这个区域 这个浅山区域 为什么会那么独特 孕育了那么多的动物跟植物 就是其实那个地方人很少去 第一个是它是二地形 然后没办法种植东西 以前很早的时候 在更早的他们的祖先的两三代以前 那边是台塘地 但是后来台塘就是没有使用 没有种甘蔗了 所以那地方全部就是应该是甘蔗的产量也没有办法很好吧 所以就是慢慢就那个地方就是就变成自然的地方 所以自然的地方就是人去那里种东西 他也不太有可能种起来 那所以他就慢慢的就变成 我们如果台语在讲扒亨 就是说就是一块 你看到的如果是以农业的经营来讲 就是它是荒地 但是它里面就开始长了很多的 它那个土地自然的生态就回来了 比如说赤土品是它主要的一个植物的生态 那在那样的环境底下 其实因为人类干扰少 然后但是它又有水 所以它就有后缘折线 那后缘折线很多 那因为它有一些 它有丰沛的地下水 因为码头山 人家以前他们讲 就说那座山是自己会出山 出山的时候 它自己有山卷水会跑出来 所以它那个地方有水源 然后又没有人类干扰 然后又没有什么农药 所以它其实就有制成一个 好像就是一个生态 生态丰富的一个地方 用后缘折线 那有后缘折线之后 它的掠食者就是石线蒙也会来 那石线蒙也非常的多 穿山甲梅花路 然后当然其他就是山上的一些动物都有 飞鼠啦什么这些都有 山羌好像也有 那至于植物就是它原来原生的 原生的这些竹林 然后同时因为那块地 以前是从海浮上来的 所以它上面甚至还有就是台湾海藻 这种就是非常特别的 就非常特殊的就是海边的植物 然后它竟然是长在那个山区 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 保留完整的生态的一个区块 那在这之前抗争之前 其实像黄慧敏会长他们其实 也不了解自己把投山这个山区 对所以他们其实大概只知道 就是说那个 买头山买死了 他们都讲话是买死了 然后他们其实也很少爬上去 因为它是非常陡的 他投山的山顶大概就是那条路 那个山顶 山顶大概就是一个人可以走 你两个人要挫身要非常小心 不然会掉到3D 对 然后它其实是一直在崩落 就因为它那个 它那个地形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不稳定 不稳定的地形 就是大家会看越世界 或是那个 中疗隧道那边的土 它会一直掉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 其实居民觉得那边 当然不可以盖掩埋场 因为你在山下一窝 它整个崩下来 三崩 那个会三崩地裂 而且那边又有断层 陈文先生老师也讲的基础 那边是一个 是一个经常性的那种 潜移断层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其实村民就更坚决的 觉得那边不可以动 而且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他们 他们的信仰中心 那也因为这样子 他们想要保留下这个 他们很积极的想要去 保护下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就去找了 各个领域的生态 生态学者专家来 证明这个地方 其实他有他同特的生态 那也就这样 他们才自己重新了解 自己这一块土地 就说他们所生长的这块土地 否则以前他们小时候 大约只会听到老人家就说 那一块土地 回首 没那些很多 他们讲后原则县老人家台语 就讲回首 回首 没那些 没那些就是他那个后原则县的头 就看起来像是一个光头的那种 和尚头这样子 所以他们那个地方 以前在老人家那一代就非常多后原则县 他们以前甚至整整袋 抓整袋的回来炒 所以就是那个地方的生态 还有水源真的是很奉陪 对 这其实蛮重要 其实除了是一个生态水源 或者是一个文化信仰的一个中心 当然这个地方的地质 的状况 或者是他的稳定性也是有很多的质疑 那但是我觉得里头看到 听到一个更重要的意义 就是常常我们是在抗争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保护自己的家乡的过程当中 他反而是慢慢的去认识 我们自己的地方 认识我们自己的美好 我们等一下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过台来 请教淑媒 就是这些居民为什么 刚刚谈到为什么要抗争 可是想抗争跟如何抗争 其实常常也会有一段的距离 特别是这些居民可能长期以来 不会觉得抗争 是他们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甚至也觉得 为什么你们这些人这么无聊 为什么抗争 那但是这个社区是如何动起来的 这个社区是如何结合 这种专业的知识 来去面对这些开发的厂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过头来讨论 我们一起 cùng视义 看看下 ç 大家 我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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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山口你可以看出来 在这周围五公里 画一个大圆天 那这里呢 鹤立激情 这里是一个制高点 台湾造山运动造起来之后 这个地区基本上是属于泥沿的地形 可是呢 这个泥沿呢 因为它如果是下移的话 整个就开始松软 它会缓缓的走动 一年大概有三到四个月的干旱期 这个干旱期呢 来到了一世界这种清灰沿泥沿的地形 又造就出来 全台湾最最干旱的生理汉地 所以在这里的生态体系 你看七点啊 它用合着同生的方式 它会不断的占地 不断的扩展 它算是在演化上 跟这个整个土地完完全全结合 共同演化出来的在地原始自然生态体系 1999年的7月29号 在这种迷沿二地形 台电的一个电塔倒塌了 造成全国846万户的断电 民生的危机 产业的危机 这种地形 它本身就一直在流动 在这样的地形 你来把它盖 永世的 事业废弃物 有毒的污染东西在这里 恰当吗 恰当这样的一个区块 后援泽鞋在台湾的诺亚邦州 因为整个台湾这个低海拔丘 大家都工业使用把它开发掉了 我相信大多数人不关心后援泽鞋 不会在乎这一点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 这个后援泽鞋出现 代表的是丰沛的地下水 我也看到报告说 这个地下水是流往高平溪 而且是在那种高雄的那个 大树南河宴的上游 所以如果说这个地下水污染了 流出去了 最后就是整个大高雄地区的老百姓 要共同承担 草率还平 不应通过 草率还平 不应通过 不应通过 保护梅桃刷 保护梅桃刷 收护水污 收护水污 梅桃刷才有很多地下水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地方 他如果要做任何的工程 他要去 平工有地下水吗 全省也不要听到第一边 听到说 要监测地下水井 不拍 不开口 梅桃刷是我的故乡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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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河山的姑娘 十一档档 加油 加油 我爱这匹土地 我不敢问以后来走客 小心加油 我爱马河山 我爱梅桃刷 傅俊辰 傅俊辰 騎鱼变谈 是 一 歡迎來到參與時光會客市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參與時光會客市是由公民行動 銀記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 來跟大家去瞭解一些爭議性的事件 我們的經費也是由全民共同來支持 歡迎大家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 讓我們可以做更多的討論 做更好的報導 也希望大家能夠去訂閱我們的 Podcast頻道或者是YouTube頻道 隨時可以收聽收看 我們最新的資訊跟內容 今天在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黃淑梅導演來跟我們分享 來討論他的最新作品 碼頭山之戰 蘇美你好 大家好 中誠好 現在蘇美在前一段跟我們來分析的 討論了這個碼頭山 這個地方在文化 在信仰 在環境生態 在自然的這些各式各樣的意義 以及對當地民眾 在生活上面的這種關聯 那我接下來再請教一下 就是他們面臨到了什麼樣的一個 衝突 就是地方政府要在那個地方做什麼呢 那這個當然看到 我們在前面有提到是一個要做 掩埋場 那為什麼要選擇在那個地方做掩埋場 地方政府要在 就高雄市政府 他們要在碼頭山這個地方 蓋一個就是 28點多公頃的 以及失業廢棄物掩埋場 以及就是 呃 他其實是 呃 有污染的這些失業廢棄物 也就是工業廢棄物 那當然就是呃 來申請 來申請設立的 以及這個土地所擁有 擁有者 是可林衛 那可林衛 其實是國內 呃 就是 就是很大的一家 就是處理失業廢棄物掩埋的 很有名的一個廠商 嗯 那 當然它的技術也很OK 可是居民反對的原因是 那個地方是水源地 是水源地 就是碼頭山整個地方是水源地 而且它有斷層 然後它那邊的生態也很豐沛 那 當然你要說生態豐沛 他們可能會說 那可是問題是就沒有人使用 對沒有人使用 那它其實是一塊 看起來就像影片裡面 華美秀老師講的 大家覺得它是不毛之地 不能 不能提供做農耕之地 但是重點是 就是我們姑且不管說它裡面 是不是有很多的動物植物 它生態很豐富 我們先不管這件事情 可是它基本上 它就是有豐沛的地下水 那這個地下水 它這豐沛的地下水 它的位置又在 台南二人溪跟 它下去就是 往台南就是二人溪 然後往高雄就是高屁溪 等於說你這邊是這兩條溪的源頭 那你這裡 你這裡污染 大概台南市跟高雄市 就整個完蛋了 對 那同時它又有斷層 那有斷層的話 它整個就是你蓋了這個 試驗廢棄物掩埋場 你的水也會透過斷層滲漏到地下水 然後導致水源污染 那影響到後端的使用的這些人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是 所以居民會覺得說 當然他們是要捍衛自己的家 可是其實他們捍衛的 不只是其三地區 他覺得如果這個水源地一旦失守 那麼你們下面的這些 飲用這些水的人 也一樣會受到毒害 對所以我覺得 這就是台灣比較大的問題是 我們的失業廢棄物掩埋場的選擇的地方 都是因為想要成本便宜 土地便宜 所以就是選在所謂的山區 但是其實 其實如果說我們用比較先進的國家 他們的看法來看 其實山區才是一個土地的 就是說山區水源地是所有 你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 不管是城市或者是鄉村邊境 這些人他們的 我們說的是我們的 我們的飲水 飲水水源就是你的來源 對那如果你把你來源的地方破壞了 那麼你在下面的 你靠這個水為生的人 其實你大概就會 因為這樣而生病 然後因為這樣而受害 所以我們其實台灣大概都是用最簡便 然後最便宜最快速的方式在處理所有這些工業所衍生出來 工業生產或者是產業發展所衍生出來的這些廢棄物 但其實這些廢棄物其實應該要好好被處理 那這個題目到我們下後面可以再講 所以其實我們常會看到在環境的議題上面 我們必須有個觀念 不管是水也好或是空氣也好 它必然是流動的 一個地方沒有做好 它其實不會是只有影響在那個地方 而是整體的這個環境 整個台灣都會受到這樣的影響 其實我們最近這幾年 似乎大家開始對空污這個議題 比較有一些感受 它其實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不是只有在設置工廠的這個位置 它才會造成空污 它周圍的環境 或隨著風的這個飄動 這些都會產生一些影響 在影片裡面 剛剛在上一段的節目當中 署沒有提到這個水管的這個例子 其實我在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因為他們是透過這個智力救濟的方式 去回應了這個開發單位 所提出來這種謊言 甚至是好這個大大的打臉的這個對方 可以講一下 他們到底是開發單位怎麼說 以及這個民眾是怎麼樣 去透過智力救濟的方式 來去揭露的這樣的謊言 因為就是開發單位 他們提出來的環評書就是說 這個地方適合蓋液埋藏 因為它是沒有地下水的 它都是殺鹽 它就是很痛水的 而且它就是都沒有地下水 不是說不是都沒有 是地下水非常的少 然後也沒有那些什麼保育類的動物 而且他們在第一版的環評書裡面 寫只有老鼠 那就是這種住在當地的居民就覺得 不是啊 我從小到大 我們就是吃馬頭山流下來的這些天然的泉水 怎麼會說我們這邊沒有地下水 我們那邊都還有很多的天然的水潭 動作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已經都會鑽水潤了 他們就進去附近 我不知道他們想用什麼樣的方式 他們就覺得那個他們附近的景一定有問題 對 所以後來他們就是有用那個 減便的攝影機 所以弄下去 自製的 然後掉下去看 發現整個管都沒有光點 如果說你有鑽洞的話 是不是就會有光點 那你沒有鑽洞的話就沒有光點 那你說你沒有地下水 就是那也許你的管都沒有鑽洞 那你才會說你沒有地下水啊 對你的 所以他們覺得懷疑他們的那個環評書造假 而且他們的地下水景專景的過程裡面也造假 那在他們把那個攝影的這個報告拿去給環保局 然後就說他們想要去啟動專景這件事情 那環保局後來就也接受了自救會 因為有憑證嘛 那自救會也接受了自救會的說法 的意見 然後就是邀請所有的環評委員 然後廠商啊 就是開發單位跟居民一起來 可是一到那個山區 我根本就是不可能啊 因為那個沒有 他們之前聯絡就沒有專景的公司 願意到山區 因為那個不可能 就大家講的你要到山區 然後你要開車 然後你那個專景的工具要進去 那真的是太困難了 那後來就在討論之下 居民就說不然他們自己來想辦法 看看有沒有辦法拔起來 結果這些居民呢就是 哎動員的當地的這些中生蛋 就是有人做鐵工 有人做做那個 就是一個完全自立救急的 就是各個專業的全部這些工人 全部靠過來 然後大家就要討論說 我們怎麼自製一個 就是怎麼樣把自己把那個管子拔起來 那個管子埋在地底下 大概有二三十公尺 那你要再拔的過程不能斷掉 那是一個多 多讓人傷痛腦筋的工程 所以他們就自己先拔自己的管 他們自己的警 就被他們拔斷了兩次 那後來他們就因為這樣 累積了經驗之後 就知道說怎麼拔 那所以在正式啟動 大家各方來看的時候 那就用自救會他們這組機具 他們自己就是非常陽春的機具 他們自己做的機具 然後自己的人下去挖洞 然後拔拔 你看他拔了連續拔了兩三根 大概我們那時候是拔了 大概有三分之二天 第一天拔出來的管 全部都沒有開山 連一個洞都沒有 所以居民就超級開心 他就說抓到傅俊 抓到肯定為他們作弊的證據了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 就是就像碼頭上講的 就是自助天助人助 就是說今天他們自己站出來 為自己想要捍衛的土地 捍衛的家鄉做了事情 他們付出的心意 其實就是他們自己先自救 然後別人看到他們的 這麼的團結 這麼的努力之後 別人會被他們打鬥 那麼你就會靠過來的支援他們 然後他們說當然也要簽註 所以就說這是一件 自居民自以自立完成的一個 翻案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馬頭山這個例子真的是 還蠻鼓鼓很多的正在抗爭的人 對因為對你自己站出來了 你自己去你自己都可以去講 環評 在環評會上面你去講說哪邊有問題 是由自己自己這個居民去講的 不是只是專家來講 那這樣子也會對著定言相談 對這個二十多年前 三十年前 台灣開始有這些 包括禮藏的文化工廠 或是很多的這種污染的抗爭 當時社會給這些抗爭團體 有一個名稱叫做自立救濟 那這個自立救濟 其實完全的可以展現出 在這一次的這個馬頭山的 這樣一個抗爭行動當中 他們用過透過這種彼此的協力 鄉民的知識 去慢慢的去合作 去戳破了這個開發單位的謊言 我覺得這的確是一個非常非常激勵 或者是讓大家看到說 哇這個在地的民眾 他事實上是可以非常有力量的一種 一種範例一種做法 不過雖然如此 其實在整個抗爭的過程當中 其實他們一樣受到了黑道的威脅 而這個黑道威脅 也不是只有在馬頭山 在台灣各地的這種環保抗爭 經常就會看到這種狀況 包括最近的昆宇的這種情形也是 馬頭山的居民 他們受到什麼樣的黑道的威脅 其實是蠻隱形的 就是他們一開始在抗爭的時候 其實像他們自救會也是 大家反而都不認識 然後其實大家影片裡面都會看到有個里長 當剛開始的時候是里長 其他的里大約都是被業者摸頭了 可是這里長因為他們就是處在最關鍵的位置 他們覺得鄉親們絕對不可能同意 而且他自己也不會同意 因為他就位在他自己的地方 所以這個里長他就那時候就是蠻備受威脅的 就是先是來軟的 然後再來就派人來你家跟蹤你 不是跟蹤是跟著你上下班 然後讓你知道就說 你就是放手吧 然後反正好說膽說 然後但是只是他沒有動手 但是這種心理壓力就已經很大了 因為他也會跟你說 我知道你的小孩跟你的太太在哪裡 那包括前任的會長 他們出去發傳單 然後他的爸爸 他兩家的爸爸就接到電話了 就是他們用的手段就是用這種方式 他知道你不怕 可是他去恐嚇你的家人 然後讓你的家人害怕 然後你的家裡的老人家 比如說黃慧敏的媽媽 就經常接到沒有聲音的電話 就是電話接起來就講話 然後所以黃慧敏的媽媽就一開始 其實很不喜歡黃慧敏去管這個事情 但是黃慧敏就會跟他說 這是家鄉的事情 而且後來其實黃慧敏 黃慧敏有跟他的媽媽講 他守住的是要 他是要守住他爸爸留下來的土地 他守住了這個行動 也是希望可以守住媽媽 讓媽媽在這裡可以有一個安身命運的地方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說 這些黑道的勢力其實他是會用一直慢慢的 像影片裡面也有講到他們的自救會的辦公室 當時就被在晚上被人家砸破 就是黑衣人進去把整個辦公用具全部都砸爛了 那其實是警告一位很厚厚 但他們也不會去讓你知道說他們是誰 但你就知道 確實是有人來恐嚇 甚至到後來 他們就有一個支持 支持演白場的當地的里長就說 碼頭山都沒碼頭了 還什麼碼頭山 結果後來就發生了 正對碼頭山下面有一個路邊有一塊位置 那就被人家丟棄了一個斷手的白馬 就是一隻白馬 然後他沒有投了 對 然後其實這個就有點像是在 我們講的就是什麼破風水之類的這種事情 或者是他要引起拘泥的恐懼 對 然後像那時候會長黃河明他們 他們知道這事情 其實他們就也沒有張揚 就把這件事情就 就非常簡單的就把碼拿去埋掉 然後就也沒有張揚 就不讓軍民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那個知道會讓軍民有一些恐慌 所以其實有很多事情他就是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碼頭山的這一群人 他們其實即便面對這樣子的威脅 他們並沒有退縮 那很多地方他們遇到這樣的威脅 他們其實就往後退 就退縮了 那麼土地就讓不出去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簡單的 身體的壓力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他如果不是一個堅持的信念 或者是背後有一群自己的鄉親 願意去支持鄉挺 這個要走下去 他的難度是非常非常的高 最後一個問題我想要請教淑梅 事實上兩任的高雄市市長 包括韓國瑜 包括現任的陳其邁 其實都對於這個開發案是表達了 某種的反對的這種態度 現在的碼頭山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我們看到 在巡迴放映的過程當中 仍然有很多的朋友在 希望大家能夠持續關心這個碼頭山的情況 現在的狀況是誰呢 現在就是 因為之前在 之前就韓國瑜跟那個陳其邁 他們都有承諾 不要蓋你的買廠 就是那個地方不開發 但是現在就是 可林蔚他們就 用了另外一種方式 他們用另外一家 就取了一個另外一家公司的名字 叫大兆 然後就是他們要在那邊 就是一樣是大概是二十幾坪 然後二十幾公尺 然後他們要蓋那個 他們要養豬 就是去養豬 然後上面是光電廠這樣子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就是 廢棄物博物館 對 然後會長他們就 什麼叫廢棄物博物館 那是不是要堆那個廢棄物的地方 所以就是對於村民來講 其實他們還是不妥協 因為他們最近好像開了兩次說明會 然後都留會 然後居民都沒有進去開會 然後他們就也很怕裡面的人數夠了 所以他們就在外面拿 就算你們乾脆在外面拿不同意的牌子 就表示你們外面是不同意的很多人 他裡面就算多少的土地都沒有用 對 所以其實他們就是一直都還在抗爭 然後最近好像說明會第三次也要開了 對 那當然其實大家心裡就都知道 就是說其實對於高雄市政府來講 這個部分的壓力應該也很大 因為可疑會畢竟是一家很大的公司 然後而且這塊地也是他私人的了 就是說這是他的土地 他可以決定要怎麼用 可是重點是當他在這邊蓋掩埋廠 或者是說有可能 就居民會覺得有可能是以養豬場 唯一個唯一個點 就是說因為他他現在就是講說 要蓋農業循環園區 那你可能是養豬場 那你再來養豬場不做了之後 你是不是就又會變更 其實這種東西其實他 假以時日或是過了幾年 都有可能會不定 都有很大的變數 所以對居民來說 最大的 他們希望最大的 對這個地方能夠保護下來 就是讓他成立 變成國家級的公園 國家級的自然公園 一臺公園 對 所以現在 像會長他們就一直在往這個方向走 對 他們一直要申請進入國家自然公園 那如果一旦進入國家自然公園的時候 其實他就可以有一個比較大的保護 對 比較不太容易被破壞 因為你如果一旦進入國家自然公園的話 其實他就有法規可以保護他 對 的確 我想這個 雖然看起來目前擋住了 但是還是有各式各樣的力量 要去觸觸或是影響 即使這是一個看起來是一個私人的土地 但是這個私人土地上面的所有的作為 都有可能會影響到外在的環境 那這部片子非常非常好看了 碼頭三之戰 我們在節目播出之後呢 事實上現在已經開始在不同的地方 在尋回放映了 也期待我們的觀眾朋友 聽眾朋友可以到碼頭三之戰的這個 臉書上面去做追蹤去訂閱 然後可以隨時知道 他們的放映的相關的資訊 我們也會來 會在之後的這個節目當中 也會來跟大家做後續的一些分享跟討論 今天非常謝謝淑梅來接受我們的討論 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跟你請教相關的問題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拜拜